10月13日,星期五,朋友们大家好,我是股邦,股市早播报,国家队出手,重大利好刺激了,昨天大盘的上涨,你看,黑洲四魔咒再次被破除,上证指数收复了3100点,深层指也收复了1万点整数,包括创业板也守住了2000点大关,科创板先一以后扬,最后还收出了近阶段的一个新高。 汇金公司争持四大行,虽然只有五个亿不到,但是投资者认为这是代表了管理层对方向的一种指引,这两天成交量温和放大,各大指数迅速收复,我们通过盘面看看仔细,首先看上证指数,30分钟走势图,今天开盘,序列高9,对,是高9。 那60分钟,今天下午也出现序列的高9,短线这不都有整理的要求吗? 日线在底背里,也有一个上涨的要求,大小周期出现了矛盾,需要延续上涨才能来化解。 那上证50呢,60分钟开盘序列高9,短线这不就有整理要求了吗? 像90分钟啊,120分钟,包括周线,还在一定的就是序列重排,但是大的周期啊,周线在序列低9的范围内,有上涨的要求。 这里也是大小周期有矛盾,要延续上涨才能化解。 包括咱们的科创版,30分钟开盘序列高9,90分钟今天下午序列高9,日线开盘也是序列高9。 那位说这怎么日线也序列高9,昨天高9嘛,今天开盘就延续。 那周线级别还在序列低9范围内,大小周期有矛盾,也需要延续上涨才能化解。 那位说如果不上涨会怎么样,那不上涨就压下来了,那短线就要调整。 深程值30分钟上午10点半,出现高点序列高9,90分钟今天下午序列高9,日线还在序列低9范围内,而且还有一个底背离的结构。 这不也是大小周期出现矛盾吗?也要用延续上涨来化解,包括咱们的创业版。 30分钟今天上午10点半,出现序列高9,90分钟下午出现序列高9,日线有底背离结构,周线再次是序列低9范围。 尤其是周线,这是大周期,这不也是大小周期出现矛盾吗?那短线就要用延续上涨来化解。 中长线是有投资价值的。 那说说国外的消息方面,首先巴以那方面冲突已经导致好几千人死亡了。 那加沙地带的唯一的一个电站,那因为燃料燃尽,哎,停了,没有电了。 你看以色列又再次空袭叙利亚的两个机场。 据说伊朗的一个什么外长的撑驻的飞机都不得不改到,这个问题升级了,这是地缘呢,很厉害。 那再说美那边的9月份的CPI同比增长了3.7%,预估是3.6%,这不通胀有压力吗? 那美议员又在鼓动对我们的中芯国际和华为进行打什么压,你看看,折腾吧。 再说澳洲或把那铁矿石啊,或者是旅途矿啊,包括这个焦煤,把这些大宗商品纳入关键矿产清单,什么意思啊? 就是随时随地能拿出来跟咱们进行博弈。 那再说欧盟计划本月就要宣布对我刚起进行这个反补贴调查,啥意思啊? 这都组团一起对咱来了,咱们内需还需要自强,要不然的话还真不一定那个。 那再说隔夜外盘,美股结束了四连扬,你看,道指跌了,纳指,标普都跌了,道指跌了0.51,纳指和标普都跌了0.63和0.62啊,减肺药还延续了强势,科技股多数在下跌。 我们中概股是普跌的,而且纳斯达克金融指数大跌了3.42,欧洲那边也多数下跌,原油83美元,黄金1880附近,人民币又贬值了7.3059。 这个人民币啥时候能支撑起来呢? 再说隔夜的咱们港股夜盘,港股夜盘跌了2.03,复式A50连续夜盘也跌了0.94,外盘中概股都跌了。 那A股能不能跟跌呢?那如果跟跌昨天上涨的那些东西可真成了一日游了。 国内的消息,两市融资余额现在给这1.52万亿多一点,什么时候到了1.6,1.8,那个时候大盘就蹭蹭涨了。 再说我们国家大佬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的发展,因为这能更好的支持和服务于我们中国式的现代化。 那好,再说房地产,现在房地产这个认房不认带实时的效果显现,9月份北京的新房二手房成交量超30%,厉害吧? 那再说各地正在密集推一些个叫特殊的债贷,什么东西,就是债融资的债券,现在呢要发行的都超过5000亿了,其中有两个省份都超千亿,这是要大投资啊。 经济的三驾马车嘛,向投资就是最大的一个。 那再说商务部,四季度将推多举策推动一些消费的升级,尤其是持续复苏扩大。 看到没,消费的第二个,就是咱们的经济马车嘛,也要启动。 那再说九部门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后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。 汽车嘛,那是第二大消费品,第一大是什么,房子嘛。 那再说碳酸锂的期货,全部的合约都触及要涨停了,这个是上市以来的首次。 那再说第三季度,我们国家造船业三大指数,持续的延续了领跑全球。 那再说,这不是恒生隔夜夜盘跌了2%点多,富士A50也跌了0.9%吗? 那外盘中概股又大跌了3.42%,A股能不能跟跌呢? 那昨天,如果真的今天要是跟跌的话,那真的昨天上涨那些都是一日游了。 那我的观点是,中长线有投资价值,短线按照超跌反弹来对待。 说行情现在这个位置就已经反转了,为时尚早,起码这个位置应该给咱们一个标志性的大阳线呢。 那么我们手中的个股是关键,不破5日和10日线,上升趋势不改, 好股池子别卖费,一旦破了关键支撑位,我们就不参与下跌的调整了。 一定要把那些资金出来,不参与调整,你还得跟上新热点新题材呀。 新热点新题材都是从下面爬起来的,这样我们才能不被市场边缘化。 今天的重点看,是不是一日游? 我是股邦,喜欢的点赞加关注,我中午发视频,你第一时间就能收看到了。 朋友们,中午收盘见! 你有点赞加深迁动员。